李同听了这番解释 非常满意说道 这也算是大义灭秦吧 小师叔能做到这一步 也算是法师中的典范了 叶少阳听到这 插了一句 我想问一句 如果向小雨 不对王漫思下手 他会怎么样 李苏珍有些诧异地 抬头看着他 随即想了想 也不得不承认 王漫思 是想跟小雨师兄在一起的 在那一年多里 他也没有伤过人 也放弃了去侵斩阴朝 话锋一转 不过 他毕竟是僵尸啊 还是清明界的重要人物 他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如果等他改变主意 那后果更为可怕 所以 必须提前除掉他 谢雨清听他这样一说 皱着眉头说道 他为什么要改变主意呢 除非是向小雨先附了他吧 我是在想 既然小雨前辈也喜欢他 如果他们两个能在一起 不是挺好的吗 李苏珍说 你不是法师 说这样的话 我也不怪你 但身为一个法师 怎么可以跟僵尸 结成连礼 更何况 僵尸都是邪物中的邪物 所有僵尸 都该被诛杀 谢雨清蒸蒸地看着叶少阳 叶少阳摇头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 就在这时 李同的电话响了起来 他拿起来听了一会儿 勾着眉头 没好气地问叶少阳 你是不是有个女徒弟啊 什么 叶少阳一争 他在旅馆里纠缠我师兄 我师兄让你去管管他 我靠 果然是去惹事去了 叶少阳立刻转身出门 谢雨清跟着 李同也出去了 在前面带路 穿过村里的一条小路 来到一栋两层的建筑物前 叶少阳一眼就看到了张小坠 在地上打着滚 嘴里大声呼喊 像个精神病一样 引来很多村民的围观 一个男子站在他身后 双手抱着胸前 脸上带着一丝细语的微笑 像看猴戏一样 叶少阳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抓住张小蕊 一看他的脸 没心处被点了一个朱砂印 顿时什么都明白了 他被法术控制了 叶少阳擦掉了朱砂印 握着他的手 刚气灌入体内 驱走了朱砂印的法力 张小蕊立刻醒了过来 师父 张小蕊揉了揉眼睛 发生什么事了 我怎么会在地上啊 怎么身上都是土啊 天哪 突然明白过来 指着旁边的男子说道 是他 师父 肯定是他捣鬼 他往我身上一拍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叶少阳先让他安静下来 把他交给了谢玉清 经理身上的尘土 慢慢转过身来 面对那个男子 男子站在高处 居高临峡地看着他 你就是的师父 那个茅山道是吧 随后笑了笑 我是谁你也知道了 我叫杨晨武 三神庙习弟子 你徒弟不听话 出口讳言 挑衅我 我帮你管教了一番 叶少阳轻轻一笑 哼 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啊 那不必了 只是下次希望你能管教好徒弟 说完胆了胆衣服 大步朝着李通走了过去 师兄 你没事 李通上去关切地问道 我怎么会有事呢 小事情 快走到李通面前的时候 突然一道人影闪现 挡住自己的去路 杨晨武眉头皱了起来 从叶少阳的眼中 看到了一丝冰冷至极的神色 你想就这么走了吗 叶少阳咬牙问道 哼 不然呢 杨晨武嘴角呆笑 感到一丝乐趣 我知道他一定是出言不逊 不过 就算是这样 你用定身符锁住他就好了 干嘛要让他当众出丑 你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过了 他是我徒弟 什么也不会 跟普通人差不多 你欺负一个普通人 觉得很有乐趣 叶少阳一字一顿地说 法术 不是让你用来欺负普通人的 他的语气 跟他的眼神一样阴冷 杨晨武内心震动了一下 明明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姿态 但是被对方这么一说 却有一种被气势压倒的感觉 不过内心深处 还是保持了一种轻敏 冷冷的 被人惹了 就要让他吃点苦头 这是我做人的风格 风格 很好 我也有我的风格 叶少阳冷冷的说道 他是我的徒弟 我打的 骂的 别人想欺负他 你他妈真当我死了 是不是 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也没任何法技 就是空手 画张围盗 对着杨晨武的脑袋就劈了下去 杨晨武一惊 本来听叶少阳说了这么多 就知道他一定是要动手了 早有防备 结果叶少阳的速度之快 还是出乎他的意料 举起双手 两手相接 两手相接 杨晨武立刻赶到手臂马 一股恐怖的气劲 推着他两枪后退 叶少阳立刻上前 如影随形 单手结印 对着面门就拍了下去 结印 是每个门牌都会有的最基础的法术 但是每个门牌结印的手法不同 杨晨武见叶少阳接手印 自己也急忙结印应对 两人手掌相接 不断地变换印法 起初 杨晨武还能跟得上 叶少阳结印的速度 到最后根本就跟不上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叶少阳一只手 在空中变换无形 心念失手 感觉手臂猛的一紧 低头看去 手腕已经被他抓住了 一只手扣在自己的脉门上 杨晨武目光呆滞 怎么也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太慢了 叶少阳淡淡地说道 就你这点本事 也想帮我教训徒弟 叶少阳手指一按 在他手腕的脉门上 打喝了一声 给我出来 往外一拉 直接将一道虚影虫的躯体里 拉了出来 滚在地上 再长几个人 还有围观的村民 肉眼都看不到生魂 只有李同看到了 尖叫了一声 师兄 扑了过来 拔出了一把钩子形状的法器 上面油光闪烁 显示出充沛的灵力 发随心动 念而不忘 招 法器对着叶少阳 不客气地打了过来 叶少阳捏了个法军 五指张开 毫无费劲地 拖住了法器 李同立刻感到了 法器被一股 更强大的灵力拖住 任凭自己如何 用钢气催动 一点也施加 不到叶少阳的身上 这不可能 自己从来 可没遇到过 这么强的对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